2010年10月11日,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於開心公園舉行每年一次的週年辯論。 今年的辯題是,香港大學應於深圳設立延伸校園。 校園的評議員就土地資源和經濟機遇兩方面發表不同的意見。 我們說租地,市區重建都來,西區都預備有再發展的項目,另外地少人多,這是一個政府的城市規劃上的問題,到底是否因為政府的城市規劃上的問題,之後我們就要挨算,政府都不理我們,我們回大陸。 譬如商業發展,很多都已經有不常的趨勢,例如會計、建築都有希望在大陸實習的機會。 亦有評議員指出,延伸校園有可能會妨礙學術自由,以及兩地學生的溝通。 譬如說,大家看到民主場後面最大的幾個字都是《無望六四》和《釋放劉曉波》。 那就是一個最簡單的原因,就是我們連民主場都未必可以在深圳校園有到。 而在場亦有同學發表他們的意見。 應該是要更早告訴學生,給多些資料和時間,學生去想和討論,究竟 整出來的這件事,究竟適不適合香港大學。 在今次的週年辯論中,有不少評議員指校方在深圳校園的議題上缺乏諮詢。 大家憑空幻想,我們認為深圳校園的可能性,然後等校方閉門造居, 甚麼都不用牽涉同學的參與,那就過了影響這麼深遠的計劃。 大學在深圳校園,可能大家都覺得,為甚麼沒有諮詢,沒有甚麼, 其實因為大學做法根本就是這樣。 興建深圳校園的議題與同學識識相關,並且影響深遠。 可惜,校方至今仍未向同學作出公眾諮詢。 校方在發佈這方面的資訊時,應更具透明度。 校園電視記者,呂子文報導。